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千雪 凤九儿回迎第一件事情 便是过去看望刚才被抓的两位兄弟 帐篷里 除了几个兄弟 还有雪姑和拓把可言在 雪姑 他们情况如何 凤九儿掀开帘子 脚步有几分急促 还好 雪姑站了起来 拓把可言看了凤九儿一眼 让出一个位置 转身离开 帐篷里的兄弟看见凤九儿都立即站起 九儿小姐 没有床 帐篷四周都铺着被褥 空出来地方并不多 剑衣跟随凤九儿过来 也没有进去 只守在帘子外 两个被抓的兄弟也站起 一名兄弟再次说道 九儿小姐 让你费心了实在不好意思 九儿小姐 咱们以后夺下训练 不会再轻易地被人下药了 今天的事情 让两位失踪的兄弟特别感动 正有几千的兄弟 他们只是最平凡中的两人 可没有人会忽视他们 凤九儿对兄弟的重视 所有人都知道 但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们的感受不深 今天事情真的发生了 两名被救的兄弟一醒来 便看见所有人都来迎接自己回去 那感觉绝对是终身难忘 都坐下吧 从两位兄弟身上收回视线 凤九儿白了白手 大家一旦有空 就必须加强锻炼 这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兄弟们负责 意外 无处不在 我们能做到的 便是加强身体体能和认识 你们有空 多向天机堂的兄弟 食药食毒 多一份技能 总是好事 是 九儿小姐 咱们知道了 凤九儿叮嘱了番 来到了今天被抓的两位兄弟身旁 都休息吧 无需站着 他拾起一个兄弟的掌 牵着他 让他在被褥上躺下 自己屈膝蹲在他身边 兄弟动作有几分僵硬 躺下来之后便不敢有任何动静 能得九儿小姐如此对待 他感动得连呼吸都有几分急促 凤九儿将肠纸放在兄弟脉门上 轻声问道 雪姑 能否确定他们身上没有蛊虫 刚才我问了那个长老 他说还没有来得及下蛊 希望他没有说谎 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他 基本上能确定是没有下蛊 站在凤九儿身后的雪姑轻声回应 凤九儿汗手 仔细给躺下的兄弟拔脉 过了一会儿 他放开躺下兄弟的掌 侧头看了跪在一旁的兄弟 跪坐的兄弟立即躺下 乖乖等待 凤九儿挪过去 给另一个兄弟把脉 帐篷里的其他兄弟都坐下 没有人说话打搅 在给两个兄弟认真检查之后 凤九儿从怀里掏出一瓶药 这个药 能尽快除掉你们体内残余的毒素 早晚各一例 两天身体就会无恙的 这两天 你们俩什么都别干了 养好身体再说 兄弟谢过了凤九儿 接过药 坐了起来 有什么事情 让其他兄弟过来通知我 凤九儿拍了拍坐起的兄弟肩膀 站了起来 好 我们知道了 嗯 好好歇着吧 凤九儿环视了大家一眼 转身离开 雪姑也转身跟上 帐篷外 剑衣 赵玉生 小樱桃和乔木都在等待 小樱桃看见凤九儿出来 举步迎了上去 九儿 如何 还好 宝主说明天再给我答复 大家都回去歇息吧 对了 今晚谁守夜啊 星子舟和可言 小樱桃轻声回应 既然如此 大家也都回去歇着 有什么事情 明日再说 嗯 都回去吧 凤九儿摆了摆手 这一天虽然过得胆战心惊 但也属正常 哪怕是顺利在这儿离开 接下来他们要走的路还不短 理性对待便好 第二天一醒来 凤九儿便收到了一个噩耗 什么 她还没来得及穿衣装 便站起来 看着进门的行子舟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急急忙忙赶进来的行子舟 抬起脑袋 不好多看 睡两侧的小樱桃和乔木都坐起来 开始整理着装 凤九儿低头看了自己衣装一眼 随意拉了下 行子舟 你说 这一刻 她多么希望自己刚才是听错了 秋儿 南南宝传出消息 昨夜他们死了十几个人 都是中毒身亡的老幼 他们确定事情是咱们干的 现在正在积极做防备 不让我们有进去的可能 还有 宝主说他们一定会想办法为死人报仇 凤九儿真的要服额了 好端端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先出去吧 我马上出来 行子舟汉手 转身离开 凤九儿随意取过衣裳 急急忙忙系上 帐篷内的三名女子同时走了出去 不少兄弟都收到消息 集中在附近 周儿 这件事情咱们该如何是好啊 行子舟向前两步问道 凤九儿环视大家一眼 浅叹了一口气 最重要的 还是兄弟的安全 赵玉生 乔木 还有小樱桃 你们各自带队 做好防御工作 若是这里不安全 咱们就转移到一处防守比较方便的地方扎营 行子舟 这个消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 听刚亮 出手的兄弟们便回来报 哪怕里面的人 也是刚知道情况不久 凤九儿抬眸看了天边橘红的太阳一眼 好看的月眉青醋了醋 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做防御工作 里面情况 我才想办法搞清楚 究竟是什么人 在这个时候捣乱 太可恶了 乔木 是 防御工作 你来负责 一切以兄弟姓名为主 乔木汉手领命 很快 他便带着大家离开 现场只剩下凤九儿 剑衣 行子舟 龙飞燕和雪姑 凤九儿回头看着行子舟 低声问道 昨夜你是和可言守的夜吗 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情况 行子舟 皱了皱眉 摇摇头 一切正常 凤九儿深吸了一口气 四周看了一眼 可言呢 他在哪儿 一片段 deliberately quiz Experts 精打的 一点 spo注定 或者写足 一本 published写po 留 去 船